努力过年期间 彰化路港涌进了大批民众 都前来拜拜跟走春 把老街挤的水系不通 你有想到来看到这名女驾驶 不熟悉路况 竟然是跟着导航的指示 开着她的宾室车 一路闯进了老街里 老街巷弄狭小 人潮有很多 当下可以说是动弹不得 一让短短50公尺的路 开了快要一个小时 目击民众拍下这样的画面 PO在网路上 被其他网友大酸 这一下子可能大家都有机会 刮众百万兵士车 彰化路港天后宫 过年期间涌入大批民众 拜拜和逛街的人潮 将老街挤的是水泄不通 只是没想到 却有一辆白色兵士轿车 驾驶疑似无形导航 开进人群中 民众拍下画面PO网 说太湘兴导航会完蛋 网友也纷纷在底下留言 说自己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别人 还有人说这一次你我都有机会 刮众百万兵士轿车 他真的很夸张 一个女生开着 至少开了大概半个钟才开出去 有点危险 他应该是被导航导进来的吧 不然一般人应该不会傻傻开进 你只好就只能一直前进 这些人卡住的 谁也没上当 人也没上当 这条路只能打开就能打开 要一分钟 大年初四 25号下午 一辆白色兵士轿车驾驶 疑似悟性导航 不小心开进了行人徒步区 造成人车都寸步难行 短短50公尺的路 开了快一个小时才脱困 那如果有不服交通警察指挥的情形 处罚900到1800块之间的罚还 对此警方表示 过年期间 22号到29号 天后宫周边道路都有进行管制 民众应该要遵从道路的指引 或警方指挥 不然很有可能会因此吃上罚单 街道帽 彰化报导 给称赞